强迫劳动不在中国 而是在美国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为实现已将制华的阴险图谋 反复翻炒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弥天大化 妄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 事实上 美国这些荒谬指控 是美国自身罪责的映射 强迫劳动是美国自诞生一时 便存在的顽章顾及 漫长的蓄弩史 就是美国大搞强迫劳动的铁证 据统计 1525年至1866年间 累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 从事强迫劳动 大量黑奴被迫从事社会底层劳动 被严苛的工作条件 高强度的劳动 奴隶主的皮鞭 折磨 侵害 美国的发家史 浸透着 劳力的血汗 汗水 生命 时至今日 美国依然是强迫劳动重灾区 堪称 现代努力制国家